大家好,我是武夷张鹏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调理 落枕的小方法 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经常的落枕 或者是颈椎不舒服 平时也可以多做一做 给它进行保养 下面跟着我一起来学习和练习 先找到我们要做的位置 就是在小指的外侧 也就是手掌的外侧边缘 小指的第一个指纹关节 下方到我们的第一手掌的第一线 就是掌纹的第一线 好,中间这一段的外侧 大家可以看到一步一步的 做完了以后用大拇指点在这里 好,我们用大拇指就可以 也可以找一个棉签棉棒 然后点在这个区域都行 刺激力比较大一点 好,轻轻的按摩 1,2,3,4,5,6,7,8,9 做49次或者是点按个 1到2分钟就可以 一般情况下 大家落枕的时候呢 你去做 很快就能感受到缓解 要是落枕比较严重的 用手轻轻的用力点着 或者是换成稍微坚硬一点的牙签 稍微点在这个区域呢 脖子轻轻的转动 轻轻的去转动 好,我们平时呢 可以经常的去保养 像脖子僵硬的 预防落枕 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个方法呢 建议大家多练一练 今天呢 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想学习更多的养生知识 可以点击左上角关注我 或者是在视频下方点赞 评论留言 下期再见 谢谢 再见 再见